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药材财经台伟大直播的股市直击 我是小兰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来了药材竞券的股票分析师潘宁俏 潘小姐 来到为我们分析一下A股的情况 潘小姐您好 小兰你好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A股的最新情况了 那么今天早段的时候 两市双双高开 10点之后是公布了GDP的一个数据 是好过市场的一个预期 互指是继续的稳站在3400点以上 上指数最新是报在3410点 那么是涨幅为0.5% 深圳城市是报在11440点 涨幅为0.5% 那么近期有消息是指出新材料是作为新兴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 那么将会纳入这个13.5的国家战略性发展的一个规划 而石墨烯是被列为这个新材料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发展对象 那么受到这个一些消息影响呢 上个礼拜呢 新材料特别是这个石墨烯的板块呢 是表现非常的抢眼 那这一周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会访问英国了 那么其中的一个行程呢 就包括了10月23号呢 将会参观这个曼测斯特大学的一个石墨烯研究所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曼切斯特的大学呢 是有全球最前沿的一个石墨烯的一个研究 并且对部分的高科技材料的市场是做出了突出的一个贡献 那么消息会不会对这个石墨烯的板块有一个体振的作用呢 对于这个板块的前景您又是怎么看的呢 那么对于这个石墨烯呢 那么是属于呢 新材料当中的一种也是呢 被称作呢 这种万能的材料 那么在这个航天航空啊 电子啊 新能源汽车 以及呢 是一些显示屏等等的这些领域呢 都是呢 有一个比较广泛的应用的 那么这个材料呢 也是呢 在2004年的时候呢 首次呢 是由这个曼测斯特大学的物理学家呢 从石墨的当中呢 那么分离得到的 所以说呢 从这个发展的一个年限上面呢 也就是呢 十几年的一个时间 那么并不是特别的长 所以呢 在国内的这个石墨烯的一个应用方面呢 也都是还是处在一个成长的阶段当中 那么这一次呢 那么习主席访问英国呢 那么其中呢 就是将英国的这个曼测斯特大学的 石墨烯研究所呢 是纳入到了这个访问的一个行程当中 也是呢 说明了 那么国家高层方面呢 对于这种石墨烯新材料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 以及是研究方面呢 都是比较的一个重视的 那么消息呢 也是对于板块呢 起到了一定的这种提振作用 包括今天呢 石墨烯概念板块呢 也都是有一个4%以上的一个涨幅 那么目前呢 在国内呢 石墨烯的行业方面呢 主要呢 是集中在下游的这个应用领域方面为主的 那么这方面的发展呢 也是比较的快 但是呢 在上游的一个规模化的一个生产 这个批量生产方面呢 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多 那么这方面的企业 那么主要呢 也是因为呢 在一个批量生产的这个技术方面呢 还是存在着一定的一个瓶颈的 那么一些的一个商业用途的成本呢 比较的难以控制 那么限制了这方面的一个发展 那么所以呢 也是令到呢 这个行业呢 比较的需要呢 国家政策的一个扶持 那么现在呢 在十三五规划当中呢 石墨烯呢 将会是作为呢 新材料当中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重点呢 那么受到呢 国家的一系列的一个扶持 包括呢 国家之后呢 也将会出台这个石墨烯产业的发展指导意见 以及呢 会成立一些产业发展联盟 和一些的一个联合创新中心 联合创新中心 那么来推动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 那么对于石墨烯产业化这方面来说呢 是有望呢 是加速进行的 那么对于整个的一个板块来说呢 那么短期呢 还都是以呢 这种国家政策扶持这方面的一个炒作呢 为主 那么在A股方面呢 那么有一些的上市公司呢 也都是有在布局石墨烯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发展 那么主要呢 也都是呢 通过那么一个收购呢 这方面业务的一些子公司 或者呢 是这个布局一些的一个石墨烯的一个生产项目 那么这些措施呢 为主 像是呢 那么A个股方面的这个保泰龙601011 那么这家公司呢 那么主要的一个产品呢 那么是在一些的一个焦炭和化工品方面 但是呢 我们公司近期呢 也都有在布局呢 新能源方面 那么传统的一个产品方面呢 并不是做得特别的好 于是呢 公司呢 也是在尝试一些的一个转型 那么也是呢 引进了这个石墨烯的生产项目 那么并且呢 是收购了石墨烯的一个生产工艺等等 那么对于这个个股的一个后市方面呢 那么石墨烯方面的一个业务呢 也都是值得留意的 嗯 好的 那要是炒国车的话呢 这个板块是可以值得一个留意的啊 那么近期啊 这个国内的稀土龙头企业 北方稀土是发表它的一个公告 是宣布进行一个现场保降 那么全年的稀土冶炼的分离产品生产量 是将减少10%左右啊 那么在这几天之后呢 另外有几个稀土的企业是纷纷跟进 那么比如说厦门的物业 南方的稀土 广盛有色 还有五矿稀土也都宣布相应减产10%以上 那么似乎是打响了这个现场保占的一个意味 那么这一些稀土企业集中是进行减产 能否对这个稀土的行业产生一个提振的作用呢 那么对于稀土行业呢 那么今年来呢 国家也是出台了不少的政策 包括呢是对于稀土的一个出口的配额方面呢 是取消了 并且呢对于这个稀土的出口关税方面呢 也都是取消了 那么但是呢这些政策呢 似乎呢没有起到呢 对于稀土行业的一个提振的一个作用 那么在上游呢 由于呢它的一个产量呢是太大 所以呢稀土的一个产品呢 那么相应的一个竞争呢过大 那么对于下游方面呢需求呢 也是并不是特别的足 所以呢导致了这个稀土行业呢 产能过剩的一个状况呢 是并没有呢得到一个有效的改善 那么稀土的价格呢 也都是呢继续的维持在一个低位的水平 那么今年以来呢 部分的一些稀土的产品的价格呢 甚至呢它的一个跌幅呢 是达到了60% 所以呢那么稀土企业呢 也是呢希望呢通过这种 现产保价的方式呢 来防止呢这个稀土价格的进一步的一个下跌 但是呢从短期上面来看呢 这样的一种那么现产保价的一个措施呢 那么对于一些的一个行业当中的 中游的贸易企业来说呢 会增加一些的这种持货观望的态度 那么另外呢对于下游的一些 这个需求商来说呢 也会呢那么增加一些的不库存的一个意愿 所以呢短线上面来看呢 那么稀土的价格呢 也是有望呢是出现一个回吻 那么但是呢 至于呢这个价格呢能够反弹多少 那么这样的一个反弹高度呢 还是要看呢这个现产的一个规模而定 那么在之前呢像是北方稀土呢 也都是有过几次的这个现产的一个经历 那么从它的一个这个这个措施上面来看呢 往往呢都是那么将这个稀土的一个产量 那么减产差不多是一个月或者是几个月 那么对于这个价格上面呢 都是这个提升的一个效果上面呢 都并不是特别的一个理想 那么这一次呢是六大集团呢 那么集体的进行一个现产呢 并且呢是提出了一个具体的目标 减产呢指标的10%左右 那么从规模上面看呢 还是相对呢是比较的大的 但是呢那么这样的一个目标 能不能够有所完成呢 还是要呢后续呢继续的一个关注的 那么另外呢对于这个稀土行业呢 从中长线来看呢 那么对于这个演练分离行业的库存呢 依然还是处在一个高位的水平 那么是处在一个年需求量的 1.5倍到2倍左右 那么现在呢虽然说那么这段时间 也是传统的一个旺季 但是呢需求方面呢都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提升 所以说那么需求的低迷呢也是影响到呢 整个行业的这种产能过剩的状况呢 非常的难以改善 那么对于这个稀土的一个价格呢 中长线的一个上涨呢 是有一定的这个难度存在的 那么所以呢对于整个的一个板块来说呢 那么虽然说呢近期的这个现产保价呢 也是对于公司的一个股价呢 是提升了产生的这种提升的一个作用 那么但是呢短线继续追涨的风险呢 还是比较的大的 并且那么从这个中长线角度看呢 那么相应的这个产能过剩的状况呢 也是依然存在 那么对于这个前景呢 是相对比较审慎一些 嗯 好了潘小姐这个板块还是比较有保留的 好了我们感谢潘小姐今天做出的详境分析 请问您刚才所涉及的股票和资产 有趣有吗 没有 好的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节再见